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先來關心今天的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跌了209點 今天收盤是15,392點 跌的幅度是1.34% 今天升高量是2,22億 這是集中市場 台積電今天跌了16塊 收盤是526塊 紅海因為公佈了1月份的營收 1月份他就做了6000多億的生意 不得了 6600億 所以今天紅海股價是漲了1.9塊 漲到101.5 今天三大法人 自營商是賣超41.5億 投信買超2.6億 外資賣超125.6億 所以三大法人總共是賣超了164.5億 今天台幣最欧 收盤是貶值了8.4分 今天收盤1塊美金可以換29.984 那成交量是11.95億的美金 台幣雖然小扁 不過台幣對日幣 這個現在還是 日幣是很便宜的 為什麼呢 因為日幣盤中沉浸到132.5 那你如果要這樣算起來 日幣最近又扁了 台幣是升的 所以這個 那那個時候 台幣32塊幾個時候 你如果是用10萬塊的台幣去換 到現在 你能夠換7萬幾塊的日幣 不如小補 因為現在的10萬塊 台幣可以換40幾萬的日幣 好 那另外呢 是關心一個天氣 這個中央氣氧局說 這禮拜 都沒有明顯的 這個冷空氣 沒有太冷了 受到兩波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 北台灣的天氣 是有時候 後天有時候 時情時雨 然後 然後 忽暖忽涼 中南部是 除了今天 露虎以外 禮拜二明年開始 天氣就相對穩定了 那北部大概都在16度 15度16度 最遠到23-14度 接下來這個禮拜 然後大部分都會下雨 中南部呢 這個天氣都還不錯 那麼 那麼 會稍微熱一點 南部最高溫 可能會到32度 那麼 另外呢 我們 來看 這個 美国 因為 這個 他的領空 跑出了一個中國的氣球 那美國認為 這是 間諜氣球 那麼 已經派 F-22 戰機 F-22叫做猛禽戰機 這是現在 這個 美國正在服役中 最先進的主力戰機之一 他派了F-22 然後 攜帶了 翔尾蛇9X 叫做M AIM M 9X 翔尾蛇飛彈 然後呢 也派了 其他幾架戰機 然後 升空之後 還有空中加油機 把這一顆氣球打下來 這是大事情 超級大事 為什麼呢 因為 過去啊 沒有人敢 侵犯美國的領空 那 歷史上 因為美國一直很強大 歷史上 有人去偷襲 美國是在 這個 1940年代的 珍珠港事變 日本啊 那時候 因為 他覺得說 如果是 發動這個戰爭 那麼 美國 介入 那 日本可能打不贏 所以他怕算 把美國先 頂一支手 給他 偷襲珍珠港 然後把這個戰艦 把他集成 那 那 因為 這個 當時 的 日本 那麼 不斷的 這個 啊 侵略 所以 美國就制裁 日本 好 制裁日本 就是那個鐵礦砂 啦 酒油啦 什麼 都沒有賣給日本 你知道日本就沒有什麼天然資源嘛 所以他就先 啊 這個 這個 偷襲珍珠港 那 引發太平洋戰爭 那 所以 歷史上很少人敢對美國動手 特別是本土 直到 啊 這個 911 我記得應該是2001年 啊 911啊 這個 有人去 啊 劫持 這個 美國的明朗機 然後去 啊 這個打 去炸 啊 啊 這個 世貿大廈 還有美國的國防部 那這變成是美國的奇始大陸 因為 美國本土被攻擊 然後死了大概三千個人 啊 那現在呢 竟然發現美國的本土有 啊 這個中國的 氣球 那 美國的判斷是 那是 啊 間諜氣球 主要是要去看美國的這個 啊 叫洲際飛彈的這個發射景 啊 在蒙塔拿 那 對 啊 這裡 1 月28 啊 就看到了他已經到 阿拉斯加 到阿拉斯加以後呢 在美國是有發現的 那麼有報告拜登 拜登說他2月1號就下令 啊 要把他摧毀 可一直沒有摧毀 啊 那他一直飞飞飞飞飞飞飞 啊 啊 啊 這個阿拉斯加然後飛到加拿 飛到加拿大 加拿大以後又飛到蒙大拿啊 啊 蒙大拿之後呢 這幾天才飛出 美國的國境 然後呢 派戰機把他打下來 其實上 啊 據說啦 因為 大家都 感覺說要拍一顆 拍一顆氣球 結果 還要拍到F-22 還要拍那麼多隻的戰機 還要用翔尾蛇飛彈 啊 那今天我是看新聞說啊 其實要把它擊落 沒那麼簡單 啊 加拿大上空啊 曾經 在1998年 發生同樣的事情 啊 那當時的加拿大呢 就派了這個戰機上去以後 用機槍打 那機槍打 喔 說打了好像一百九十幾發 都沒有破 不是沒有破 就有打穿 可是它沒有破掉 啊 為什麼 因為上空的壓力 還有它裡面的這個 這個氦氣 啊 還有它的這個布 很厚 所以呢 你把它 打了以後 它只是一個 一個孔 一個孔 子彈的孔 它並沒有破 它繼續飛 到最後它都沒有破喔 所以 啊 再來就說 再那麼高的高空 喔 因為 這個 我們一般 喔 如果你坐國際線的民航機 最高大概是 12公里 就是一萬兩千公尺的高度 三萬多英尺的高度 這是民航機 好 我們有時候以前都一個747 現在都一個七八七嘛 然後 這個 戰機 戰鬥機的高度是 大概是20公里高 一公里等同一千公尺 所以大概兩萬公尺 也就是六萬英尺的高空 那 中國的這個 間諜氣球 有多高呢 在24到37公里高 也就是 7萬英尺 到 10萬英尺左右 所以 啊 第一個它比戰機飛的還高 那 再來就是說 啊 這個它 這個氣球的 長度大概是 它的直径啊 大概是三輛遊覽車那麼大 然後 下面有太陽能板 那靠著氦氣不斷的飛 那 可是 它的 方向怎麼控制呢 據說是由 中國在 這個它的境內遙控 好 那中國 現在就是變了 變說 那不是間諜氣球啦 那個是 民用的 而且是 做為氣象用的氣球 偵測氣象用的 那所以它其實 可是呢 為什麼跑到美國的上空 因為 它不受控嘛 要轟得亂 變成流浪氣球 那你問我 我是不信 怎麼可能呢 怎麼可能 這是多大的事情 所以 中國 如它 目的我想 是間諜氣球 只是 過期大概 都沒有人發言 或者發現你又覺得 影響不大 那 證明點 這個台灣的氣象局的局長 證明點 他有出來說 說 真正的氣象氣球 其實小很多 大概 直徑只有幾公尺 不太可能有30公尺 就是三輛遊覽車那麼大 那麼 那麼 第二個是 我們曾經跟美國合作過 12公尺直徑的氣球 就很難了 就很難了 更何況 中國這一顆是30公尺長的 他說 沒有 沒有人會把氣象氣球 做得那麼大 通常是小小的 那過去 台灣曾經 發現過兩次 都是阿共的派來 那如果 美國今天 因為美國來 國內裡面 看到這個事情 已經滾了 民心 輿論 誇然 好啊 對他這位預備 他不是滾通發言的 他是民間發言的 他是有人做民航機 然後才發現說 怎麼有這麼大顆的氣球 然後在美國的上空 這個事情 起先是一個很小的媒體報導 想不到 引發為 美中關係之間的重大危機 所以 為什麼拜登要那麼多天 才把他打下來 他的說法是說 怕他的碎片會傷害到 美國人民 這個理由我認為牽強 為什麼牽強呢 因為像蒙大拿那個地方 說實在大家如果去過你就知道 那就是 地管人 是 沒有人 那時候要把它打下來 比較簡單 或者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有什麼人 冰天雪地 你就把它打下來 所以 我是不太相信 我認為 美國也有一個 有一個目的 就是 好啊 不然讓你背 讓全世界看 讓美國人看 看說阿公有些 夭壽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所謂的 中國威脅論 所以我說美國社會 已經滾了 每天在報這個新聞 然後呢 當然 政治人物也會把它誇大 侵犯美國的主權 那美國真的需要拍到F22嗎 說起來我認為也不需要 但是美國就要告訴大家 你看我用鄭重歧視 這個事情太嚴重了 所以它是未來啊 很重要的 這個 影響很大的 威脅事件 這個 這個事件 好 那 所以 未來如果真的台灣上空有 我們發言 我們也可以把它打掉了 因為就有美國的潜力 美國就敢打 我們不敢打 這就是你的間諜氣球 全世界 只要 認為說這個事情 可以把它打下來 那麼 違反國際法 其實就可以把它打下來 甚至 有人已經講說 這是珍珠港的情境了 那 台大有一個政治系的教授說 這個可能會讓麥卡錫更會來 因為 這個要讓美國表現 他對中國的強硬嘛 好 那這個麥卡錫會不會來 因為麥卡錫有講說 中國無權 干預他未來去哪裡 什麼時候去哪裡 可是 台灣之行 他目前沒有安排 我跟你說 政治人物這位 都不一定會選擇 他 現在先低調 整到他要飛的時候 他飛到一半就跟你說 麥卡錫正在途中了 因為避免老共反應太激烈 所以麥卡錫也有可能會來 他不來他就人家看扁了 我看麥英叫你說不可以 我們要慎重 麥卡錫不可以來 以前做總統時代的行政院長劉兆璇 也在聯合報投書 說不可以讓麥卡錫來 這個途征緊張 這個不能當美國的棋子 說起來 這些人我越看越不對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李曉峰教授 他就公布了一張照片 他說 他公布那張照片就是 1960年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問台灣 然後跟蔣介石合照 那個影片 紀錄片我有看過 那個時候台灣是萬頭鑽動 夾道歡迎人山人海 奇怪那個時候 就什麼 蔣總統萬歲 得到者多住 這個時候麥卡錫來 就會說這個緊張的戰爭不可以來 這不是兩套標準嗎 他剛才說美國跟中國之間 要不要我們還發現 這種中國的間諜氣球 打下來剛才好而已 因為有美國老大哥做給我們看 那美國跟中國之間 因為這個事情在美國國內連續 滾幾天 我感覺這是美國政治人物 你選團中國威脅論 這效果可能是一萬倍 效果很大 那麼所以美國跟中國之間 我相信他的對峙 關係的緊張 對抗會越來越激烈 尤其是美國共和黨 現在都抓說 拜登政府對中國實在太軟弱了 好 那自從川普開始 這個跟中國打貿易戰之後 古年2022年 中國已經不再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這是兩千空貝尼以來的第一遍 兩千空被禁警 這個 當時中國規模還沒有那麼大 那後來就變成是美國最大貿易夥伴 十幾年一直都死 但是現在已經不死了 為什麼 因為武漢肺炎 因為供應鏈的轉移 美中貿易戰 所以 可是 中國不是最大的 美國貿易夥伴 誰是呢 跟大家報告 其實都分散了 分散好像 分散給台灣 分散給韓國 分散給馬來西亞 給外南 那麼 這個 所以 中國沒有美國這一塊影響 是很重大的 美國最近又通過了 晶片與科學法案 這個顯示 美國要加速跟中國的脫鉤 好 這個脫鉤 我們先來看半導體 美國對中國的圍堵 把鎖雨滑 一波接一波 不停 從美國晶片與科學法案 那個規定就是說 你如果是有來美國領保祖 的廠商 未來十年 你都不可以在中國投資 第二 第一 這個 美國 台灣 日本 韓國 所謂的 晶片聯盟 現在要舉行 預備會議了 第三 美國 全面打擊中國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 還有超級電腦 還有超級電腦 那麼這個限制了 管制了新的四大出口限制 最高 最近 美國國聯合日本跟荷蘭 把半導體設備 對中國都進行了出口的管制 那最好是 最近把華為祭出最後一理路 都不能出口的華為 所以 中國有效嗎 有效 因為 現在的中國 剩下什麼 剩下去世界貿易組織 提出 救濟 但是這救濟有效嗎 這 旷日廢死了 不知道到何年何日了 那 因為你世界貿易組織 都要進行 雙邊先吃商 然後再來 吃商完了 成立 紛爭解決小組 小組成立了 然後再上訴 上訴完之後 然後進行仲裁 所以 那要多久 不知道 這無法解決 中國的這個 晶片的壓力 尤其是 尤其是荷蘭 同意說 把那個 光刻機 這個 包括 深紫外光 和極紫外光 都沒有購入中國 本來是只有極紫外光不賣 所以 等同是他 14奈米以內 沒辦法做 現在是連 這個深紫外光 EUV不賣 本來是EUV不賣 現在那個E就是extremely 然後D呢 就是deep 那現在連deep 就是DUV也不賣了 那說這樣子 讓中國 只能夠生產 14奈米 以上的 也就是 這個 不先進的晶片 所以現在到底是怎麼突圍呢 好 好 那這個 所以呢 美國又全面的封殺華為 那 本來 華為做4G的 Wi-Fi 高速運算 AI還可以 現在都不行了 現在都不行了 那 這個 所以呢 這個 讓中國啊 習近平也很緊張 他其實可能很蠻希望跟美國 搞 關係搞好一點 不過看起來這次氣球事件 又讓兩邊關係惡化的非常嚴重 那 最近是有一個事情就是聯電啊 你知道聯電啊 早期有去 啊 中國的華門 這個 啊 開一個12寸的晶圓廠 叫做聯心 心就是炒字頭 下面一個心臟的心 那時候啊 他們 這個聯心啊 是一個 12寸廠 然後聯電啊 投資 70% 然後 藝門政府跟福建省政府 投資三寸 聯電七寸 但是那時候 他們其實有 啊 約定 說 這個資本到位七年以後 也就是2022年的下半年 聯電啊 可以把那三層買回來 變成一個 全部獨資 變成一個 全部獨資的公司 那全部獨資有什麼好 全部獨資就可以你自己做決定啊 沒有人會幫你干涉啊 是由福建 這個廈門市政府 來投資 你覺得說 你能夠不敢聽他們的話嗎 好 那 那 當時啊 簽下了這個 說 滿七年以後 可以 聯電可以買回來 結果現在 聯電可以買回來 喔 聯電啊 最近 就跟中國啊 他先跟台灣的經濟部的投審會 去去申請 然後呢 又跟中國啊 講了這個聯電的意願 結果 那時候是投資一千八百億 一千八百億 所以中國投資差不多五六百億 投資五六百億 結果現在說 要把中國那些東西收回來 結果中國不賣 喔 中國不賣 啊 聯電呢 就說啊 欸欸欸 這樣子你沒有辦法保障台商在對岸的投資喔 這會有骨牌效應喔 對你們不利喔 他在收你 喔 他怎麼會理你啊 所以 啊 這個 當時簽的約有沒有效 當時簽的約沒有效 什麼滿七年就可以買回來 喔 中國必須放棄 喔 中國必須放棄 假嗎 喔 那 怎樣 啊不然人肉渣渣 你咬我啊 對不對 你去告我啊 你覺得中國的司法會理你嗎 中國司法會判福建書嗎 會判廈門書嗎 喔 現在他當然不願意放手 為什麼不願意放手 因為半導體跟晶片他現在特別需要啊 十二吋長耶 喔 所以啊 跟中國做生意 我講實在話 應該是很沒有保障的啦 喔 好那麼 不過這個 氣球事件應該還會再繼續延燒啦 為什麼延燒 中國一定會跟你說嘛 你說我是間諜氣球 那你把他打下來了 然後你也把他打撈了 說啊 這個設備啊 都掉到十四公尺深的海裡 十四公尺深還好啦 齁 差不多四站老闆館而已啦 齁 四站老闆館小case 很容易就打撈 據說海軍 美國海軍已經打撈上來了 那我相信中國一定會問 會要求美國 那你說我是間諜氣球 那你打撈的設備告訴我 你有什麼證據 你覺得美國會說嗎 美國一定會說 對 這就是間諜氣球 他會斬 因為 如果說那不是美國就沒有民主了 這個時候要怎麼樣也要說有嘛 好 所以我說事情還在後續 好 那 另外呢 是我們來看 星雲 他緣起了 這個 佛光山的 這個開山中長 星雲法師 他昨天下午去世 我依 這個叫做奇獸 想奇獸 九十七歲 我們一直講啊 地方的奇獄 就是說這個人 這個人 很長悔修 那星雲法師是在1967年創建佛光山 他是1927年出席 那麼 不過呢 因為他 說只有湯油煙就四十幾年了 然後 於2011年又中風 然後 雖然有治療 2016年 再度中風 所以 有中風的人 有可能 極有可能會二度中風 那二度中風就會很嚴重 所以呢 第二度中風以後 據說 新雲法師 他的身體狀況 嚴重 走下坡 這個新雲法師 他的本名 俗名 李國森 這個森 森的森 李國森 江蘇人 12歲就出家了 經常去王公 他是政敵飛行 因為他是 中國國民黨的黨務顧問 中常委 中評委 幾乎都在支持中國國民黨 那 但是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 當然啦 他老實講也是 把這個佛光山 這個 這個經營的非常的 了不起 因為 在全球道場 就有超過兩百所 佛教學院 就有十幾所 信眾 幾六百萬人 他有時候說 說的事情也是有道理 譬如說 他說 提倡 做好書 講好話 尊好心 三好運動 確實我們人 要做好事 說好話 也存好心 這樣 雖然 這個 他被稱為政治和尚 那 這個 他五十八歲的時候 卸下了佛光山的住持 那 這個 當時其實 因為他還是享有地位嘛 所以很多人希望他繼續當 不過因為按照主治章程 佛光山的主治章程 只能夠六年一任 然後最多兩任 所以呢 他就交給新平和尚 那新平和尚後來交給誰 交給新定和尚 新定和尚後來交給新培和尚 好 現在呢 叫做新保和尚 新保和尚 或不少了星雲 這佛光山 這個 是不是還能夠像以往這麼的 兴旺 這個就不曉得了 現在是新保和尚 那 這個 他剛才說到中國 那美國啊 把布林肯訪問中國 之前已經暫緩了 他本來是 2月5號 2月6號 兩天在中國訪問 那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 緩和這個美中兩國之間的緊張 避免誤判 那能夠讓他穩定下來 大概沒有什麼建設性啦 但是至少可以穩定 可是現在 不只沒有穩定 反而更加的緊張 因為那個氣球事件 那當布林肯 決定取消中國之行 想不到 中國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言今天宣布 要去中國訪問 帥團去中國訪問 要見誰 見國台辦主任宋濤 然後 有一說說他也會見王滬寧 政治局的常務委員 很大的王滬寧 而且是一個 腦筋很清楚 的這個 幕僚 可是老實說 夏立言這個時候去中國 我相信不單純 他說中國國民黨 今天的宣布 夏立言在2月8號 要去帥團訪問中國 帥團 那個團員裡面 有一個人 是朱立倫的鼓子 就是 這個朱立倫 中人高裕人的好生 就高斯伯 高斯伯是用什麼聲音 說是國民黨智庫的董事 我問你 國民黨智庫的董事很大嗎 國民黨智庫的董事 有代表性嗎 我感覺他是代表朱立倫 因為他 朱立倫才能夠信任他 那 要去說什麼 現在有什麼好說 我的判斷是什麼 我的判斷是 朱立倫表面上 簽美國日本 因為他還要去訪問美國日本 然後呢 派朱立倫跟高斯伯去中國 我猜 他跟中國說他未來要怎麼做 我猜就是聯手 他想要選總統 那這個要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吧 這個 沒有實在是沒有大家這樣 這個 昨天啊 中國國內辦辦 2023年台商新春座談 說有50幾個台商代表與會 好 我說一下 這都是阿強的統戰的旗詞 然後呢 宋濤就說 只要台灣當局認同體現一個中國的原則 的九二共識 兩岸協商談判就可以恢復 好 一中原則 一中的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是為什麼要和你一中原則 第二是你的九二共識就是統一 我是為什麼要和你統一 所以他在說這是萬格 台灣不會統一 不會勝進 然後說什麼要貫徹習近平的二十大精神 然後說什麼要貫徹習近平的二十大精神 什麼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兩岸一家親 好 好啦 說起來這 精細是和氣 還在說這些 那台灣不可能同意 不過 這個阿強的現在 我認為他好像有較柔軟 有較柔軟是因為他裡面沒有錢 是非常嚴重的來政問題 我跟大家報告 中國幾年出現人民幣九兆的財政赤字 人民幣九兆 代表四十條 那是歷史新高 比2020年疫情爆發的時候還要高 說去年中國的財政收入 人民幣28.16兆 但是財政支出 37.12兆 剛才差 九條的鈔軟 四十條的台幣 那是怕死人的錢 所以我才說 中國沒錢 今天 我看中國有一個學者 他是中國社科院的學部委員 也是國家金融發展實驗室的理事長 叫李洋 這李洋曾經擔任過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委員 中國社科院的副院長 結果 他在一個叫 2023中國宏觀經濟展望與政策取向 的會議裡面 他說 現在要啟動 中國人民的消費 這個事情是很艱巨的任務 為什麼 民眾的收入上不來 收集都沒有 所以怎麼會有消費呢 還有 中國民眾現在的負債率太高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他負債率有多高 他說 一般 你如果是沒有房子沒有拿去貸款的 那 你如果是八成賺一百塊要拿十五塊來行銷 好 那是有牌房貸的人 你如果賺一百塊要五十塊拿來行銷 我問你 我們說台灣好了 你一個月貸五萬要拿兩萬五去行銷 這事情不嚴重嗎 你敢消費嗎 有其他的錢 健康錢好給你消費嗎 所以呢 他說為什麼中國的官方消 一直在推消費 但是其實都沒有提振 第一 八成收入水準沒有增加 第一 債務負擔很大 第三 疫情反復 大家反而抑制民眾的消費能力 他說 這個傳統上 中國人是不習慣有負債的 這確實 台灣人也是這樣 不太喜歡借錢 然後存錢存很多 但是他說從上個世紀末 也就是1990年開始 中國房地產市場啟動以後 民眾 中國民眾 變成高消費而且高負債 他說 以前中國人在笑美國人 銀吃卯娘 銀吃卯娘 他說中國民眾現在 迎頭趕上 所以 嚴不嚴重 嚴重 中國不嚴重 好 另外 如果講到中國 說 會不會打台灣 這個俄武戰爭很重要 不過俄武戰爭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一下 現在的情況 不是很妙 為什麼不太妙呢 因為 2月24就是屆滿一周年了 說現在 俄軍正在整個前線加大施壓 那現在在盾內刺客 有一個叫巴赫姆特 正在激戰 然後盧甘斯克跟扎波羅勒 也展開攻擊 現在 情勢變得 對俄軍稍微有利 好像戰場的主動權 又轉入了俄軍的手中 那折倫斯基也說 這個2月24 俄軍 會為去年的失敗報仇 然後 所以呢 英國趕快又 提供了挑戰者 二型坦克 那麼 這個 現在在前線 烏軍是有一點吃緊的狀況 這給大家這個參考 好 以色列總理 前總理叫班奈特 他說 他接受美聯社的訪問 他說他有去折衝 說那個時候可以斡旋 兩個國家 不要發生戰爭 但是 當時的這個普丁 曾經向他承諾 他不會斬首折倫斯基 如果你要相信 如果我不相信 他有可能沒有斬首 還是現在因為打工打不下來 所以沒有斬首 好 我們今天的疫情是1萬6391例確診 這是過年之後 第一天發現破2萬例 說到1萬6391例 不過應該要百億 明天才會更準 希望是63的人 土耳其發生了大地震 接近敘利亞的地方 發生規模7.8的強震 說目前希望是100的人 但是一定還會再大量攀升 為什麼 他是有這個土耳其的人死亡 也有敘利亞的人死亡 因為他剛好在邊界附近 那發生在土耳其 主要是發生在土耳其 7.8 你知道我們921大地震 我記得不曉得7.1還是7.3而已 這7.8實在是有夠大 好 另外是 這個 現在 元宵很過 有人說到元宵都要過年 到過年還新春團拜 所以國民黨婚禁官 這個做新春團拜 婚禁官 國民黨這個議長有做沈中榮 他當著朱立倫的民工 好有他南部沒票 他的聲量管是民進黨 你管啦 你管聲量啦 南部也沒主管啦 而且那時候韓國瑜選總統 他還在嫁後腳 他覺得朱立倫最好 但我覺得這個位子不可以信 我不可以信 這要讓民進黨 這個青帝 我雖然說 侯友宜很用很強 他在南部有票 那但是侯友宜有他的課點 他的課點是什麼呢 就是最近在中央 發生一個人 發生一個人間悲劇 就是你知道嗎 中央是人口很密集的地方 也算很進步 但是在那裡有一個 家裡呢 老婆85歲 老母80歲 兩個兒一個54歲 一個53歲 所以 竟然 竟然 老母 死得變白骨 兩個兒子 也是一樣死得變白骨 說是變成乾屍 死多久了 死35多歲了 他們的老婆 85歲老婆 因為失智 失智 所以呢 自己還有修法 可以煮飯 還活著 可是也一樣 風中禪煮 那 最後被發現 說起來 人倫慘劇 活活餓死 但是我的疑問就是 有什麼三個多貴 你中和 將你老結 將你密集 人口密集 淋漓相聞 的地方 啊 竟然啊 社工人員 啊 新北市社會局 隆重無法現 活活被餓死 你不覺得 這是很嚴重的嗎 你如果是好好做事情 哪有可能會發生很多事情呢 因為 這個 死亡三個多月不是我講的 是法一 去驗了以後 說 那已經是 死三個多月 夭壽 喔 死三個多月 活活餓死 沒有人發生 發生了 而且是死三個 社會局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怎麼沒有把它 列管呢 怎麼沒有追蹤呢 喔 喔 卡丁尾 清新拜訪 雖然不用每天 但 或者你委託里長 林長 總有可能吧 啊 高大成法 他說 為什麼會變乾屍 就是說 他活活餓死 他的胃裡面 沒有食物 沒有食物 所以呢 不會有細菌 不會有細菌 不會細菌 就不會爛掉啊 想說起來也恐怖 現在什麼時代 還有人活活餓死 哦 從恩恩案啊 到現在 的這個 中和一家四口 三個人活活餓死這個案子 我覺得侯友宜 有 有問題呢 他好好做事情 怎麼口號呢 好 另外是 三位切施 南、島、立委、補算 不要以為菜培會沒機會 我覺得他有機會 有機會的原因是 第一 他這邊館長選得不錯 雖然沒條 為什麼說不錯 因為民進的 整體都不好 但是菜培會裡面還有選四十幾% 有戰力 第二個是他形象真的很好 這個農村的女兒啊 那 第三是 熱青的主席 現在 親自啊 下去浮選 非常勤快 這是他啊 接入 接主席後的第一件 不可以漏開 第四是 林明珍啊 他曾經講過 跟他爭招我也不愛選 我要休閘了 他要在培會兒子 結果呢 啊 啊 年輕的說民調都不好啦 有藍島市長啦 有議員啦 都想要選 但是 狀況不好 到最後還是叫林明珍 我問你啦 我如果是 南島想要未來選立委的人 你會支持林明珍嗎 不會嘛 國民黨會不會支持嘛 因為林明珍他現在過來就是想要交給他們兒子嘛 齁 所以他的來亂啦 齁 那他的來亂就變成蔡培會有機會 所以只要大家去投票 只要年輕人站出來 不要再敢死啊 不要再敢死林進黨啊 就有機會 齁 好 時間差不多了 非常感謝大家收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